好 最後講完這宗 早前記得我說食物銀行 甚至是一些食物工場 一些月餅被海關食環圍封 善心小館那邊也是遇到這樣的情況 因為大家只是同一個社企搞 後鳥如一也宣佈了 後鳥月餅要即日停售 善心小館也要截單 不能再收太多單之後 因為月餅都暫時被圍封 後鳥什麼都宣佈 後鳥就說了 有一個壞消息要給大家知道 後鳥月餅什麼都被迫停售 後鳥月餅已經沒有了 又說由七月預售開始 都跟月餅製造商已經知道 有關部門會特別照顧 組織預防造私 但自從八月第一批月餅成功出貨之後 遇到的打壓 就好像狂風暴雨這樣襲來 第二 他說餅盒在香港生產商 餅盒的生產商 在大陸的合作廠房就被查封 所以月餅盒就被強制銷毀 他說第二 月餅製造商被香港多個政府部門巡查 最近更加被查封倉庫多次問 可能面臨檢控 第三 其後製造商介紹 另外一個月餅盒的生產商 生產商都收到 就是恐嚇電話 還說別人知道 他們家庭成員資料 如果出貨給他們 後果自負 所以無奈 什麼都要宣佈停售 因為余一那些月餅 其實都是 善心小館那邊的食物工場去做 其實都很明顯 余一要買月餅 你那邊幫他做月餅 又說被人去投訴 現在暫時月餅就沒查封 都沒解封 大哥想做生意 是不是 無論善心或者余一 有很多東西 例如賣一些 用便宜一點 價錢賣一些物品 就是探監物品等等 唉 真的 好 今天時間 差不多了 好 回來我們星期三 8月28號的大軍法 今天有陶均衡和發仔 還有我在這裡做節目 最後一節 說時遲那時快 最後一節 最後一節 有些消息 跟大家立即分享 發仔 有個特別消息公佈 就是我們都賣了廣告很久 余一的後鳥月餅 現在宣佈正式停售 即日開始 表示由七月預售開始 他們都已經相當小心 但是自從八月初第一批 月餅成功出貨之後 就遇到很多打壓 包括 他們 如一是一個平台 他們找了一些生產商 在大陸有廠房 就說在大陸的月餅廠房 被查封 所有原本想要送來香港的月餅 都已經被銷毀 除了第一批 大家拿到的那些 第二 就是這個月餅製造商 都是在香港 這邊 都被不同的部門巡查 亦都被人查封倉庫 多次文化 可能面臨檢控 暫時不知道是甚麼牌頭 因為其實人家搞開飲食牌 我想他都相當熟的 還是大陸有飲食風險 現在特區政府商跟我們說 真是我們不了解 而也 這個月餅製造商 有介紹另一個月餅生產商 給他 但是 就說是有收到恐嚇的電話 表示 如果你夠膽出貨給如一的話 我知道你家人的資料 你們後果自負等等 所以就 只是出到第一批月餅 其他的尾數 就沒有辦法交付給如一 就是再給大家上去他們的門市拿 但是 他都說 還有少少存貨 之前是安排了要拿的 都盡快來拿 還有他就說 他都 仍然是有1500個散莊月餅 是應該沒有辦法賣出 那就是要搞退錢 他就說 會派些月餅給大家吃 但是 不知道這壹事會不會 都算損失慘重 簡單來說 就是 如果大家是 有心的話 可以在他們的網店 或者門市 如果買滿任何的產品 是滿300 會送商往百年 這次 總之 你買菜 就搭舊豬頭骨 希望大家就鼎力支持 如果你們是有 一些的 心意的話 總之 300元 送商往百年勇 這個故事教訓 老實說 跟大陸這些生產商 其實不是第一次的 我們那時候 他印東西 我們都很怕過不了關 因為我們那時候的選舉行物 打算在內地 印刷成本是便宜一點 所以其實這個故事教訓就是 如果你這樣買月餅法 他真的一下子炒起來 你真是 sauce 回到香港 台灣那些好過 要不然真的糟糕 因為最慘的是 你要退錢給別人 例如說 Go through 我們 聽到這個廣告 去光顧那些 你怎樣退錢給別人 你又沒有貨 是不是 所以這個停售的決定 其實我覺得 最重要的政治意義就是 老共 真的這隻手 是很聰明的 他想斷你米老 其實是很容易的 你說賣月餅 你說協助在囚人士 這個就是我的政治目標 他要打壓你 是不是 連那些生產商 老實說 他要找他 怎麼會找不到呢 是不是 用不容易找到你 背後是哪個生產商 然後他一兇他 你就已經全部登記了 然後你送不到貨 你只是退錢那天都煩 所以你覺得你的存在 是不是老共的容許 默許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他停不了 就是因為你Youtube 除非你停止Youtube 是嗎 他停止你 拍你的肩膀 這樣也可以 但到今天都未來 我們當然是頂住 簡單來說 我們跟明報專欄一起頂住 那就不錯了 但是籌拳 對他們來說 是特別敏感 好像當時去 堆倒石牆花 都是相當之 迅速利落 還有朱光偉 老實說 他都是一個敏感的人 原來在他們的角度 我就不太覺得 後期我見到他這麼多事 包括他做保險又不行 你回去做魚衣買月餅又不給 你知道他這件事很敏感 之前在戲院想 是否算團購呢 總之約了支持者一起去看電影 是關於 是呀 都被人圍圍的 即是說那些二戰納粹 那些高官在一個集中營外面 有自己一個小樂園 在那裡種田 跟那些兒子小老婆亂玩得很開心 另外那邊就不停聽到 裡面有些慘叫 但整個電影就是主要拍那些兒子小老婆亂很開心 然後就老婆扭計 你要搬走 住得這麼開心 那次戲院的院線都是收了錢 但又腰斬說你違反條件 關鍵的重點不是在這些細節 我現在找到的重點是什麼呢 阿銘剛才問我一個好問題 當你說再加動員 再結合黃色經濟圈 他就動你 你當是一個運動這樣做 在他的角度就是 你寄籌集資金 不單止說再做完 就是當我們社民連 為何他這樣封我們一樣 你現在是不是 我不同 我就說我講我不做 我一天做我一天不講 你區分這兩樣東西 在今時今日裡面 我現在找到這個界線 我不知道明天是不是 講就不要做 做就不要講 現在最嚴重的是什麼呢 如果你從余一的故事交分 不是說他對 就是我找到一個道理出來 就是結合整個運動 加黃色經濟圈 他一定會動你 是吧 你又在這裏吃 我簡單 在他的角度就是 是 阿爺 我猜不到他 我初時以為 他做保險 你又動他 然後他現在買月餅 你又動他 如果我們花生台做完這件事 我猜他都會動你 你連結了運動 我們都在連結余一 他在那裏買廣告 他真的會給我錢 我解釋到的 如果有人質詢我 你為何幫余一買光 你是不是免費 我不是 他給了二千元 都解釋不了 你都要咳 你都要找 他給了二千元 他給了二千元 主公偉說不要搞 我打算現在 我要退回給他 你買了廣告 有什麼用 在我們那裏 金英尿回來 真是糟糕 很緊要 不是誰回答的問題 是性質的問題 他擠濕我們 不是 不是 都不能說 是否擠濕誰 完全沒有關係 是個政權 總之 他覺得你在做 一些群眾的運動和工作 跟群眾連結有關 他都要收你皮 立即找 所以如果花生台說 譬如阿昌吹雞說 我們搞 這個 花生油妄罪 這樣 可能都會受到阻攔 突然間 不知哪裏又說流煤氣 那裏又說停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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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可能 你少 你少 我沒有做動員 如果你試試有個主題 你試試有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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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 你定下主題 有行動的 有follow的 你看周冠威那部電影 我也有一百人 但我真的有看一部電影 是不是 我想中秋節 可能有點敏感 是嗎 你有幾百人 那你整場爆滿 我們買了多少張 七八十張 那你跟他們的關係不錯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我跟他們的關係 有身氣再上去再試 那個問題就是 如果他講完 再動員 組織 再加黃色經濟圈 他一定用來 因為你問我 朱鋼蕙有什麼威脅 你搞會幹什麼 給這條生路人走 你問我意見 他問我我都會 你給這條生路我走 我不會亂來的 雖然他沒有人這樣跟我說過 從來沒有 是 我覺得他不敢的 他要搞很容易而已 斷你米路 一 搞你銀行戶口 即使我們 進去哪個戶口 進去你的戶口 你又死了 是嗎 二 他找稅局搞你 搞緊 搞緊 不是 我回來了 沒有事過 你而已 不是啊 我講花生台 總之很多人 各個都在搞緊 他在發過來 我便回來了 每個都在搞緊 他要搞我們用什麼 不要緊 但是我覺得這樣是蠢 你今時今日 留一線 日後好相見 如一你都這樣搞 沒有想跟你好相見 你這個新聞是我們第一節 還在播他的廣告 所以要提醒大家 不要再買 他 剛剛說了 買滿300元 就送雙方百年用 這個不關 買月餅 這個是其他事 除非你跟他說 除非你又說 其他事你都不准買 那就另一回事 你跟朱光偉快點說 你快點餘一 你收拾它 你講才行 你又不講 現在朱光偉就說 你買滿300元 我送雙方百年用 那為什麼不買滿300元 然後送雙方百年用 就快要收拾了 19月15日 剛剛才 這關人什麼事 但是聽到這個故事 很疼 在我對著他們的角度 一向是這樣的 現在我們經歷的狀態 都是這樣的 不用說了 本來講一些好笑的話題 有些好笑話 有些邪力有很多 ……… 是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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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五、八、七、八 四、五、八、七、六、五、八、七、四、七、六、八、七、八、七、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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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一起坐了 那就一pack啦 那是《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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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從就出現了 一般比如說 有些大課 已經成立了 被火不見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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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